12月9日,为剑洞症募捐的冰桶挑战发起人,皮特·弗雷茨去世,享年34岁。 据报道,弗雷茨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郊区的家中过世,他的家人在声明中说, 皮特与肌萎缩厕所硬化症勇敢奋斗后,在家人陪伴下安详离世,享年34岁。 声明写道,重要的是,皮特从未抱怨过他的病,相反,他认为这是一个为其他患者及他们家人带来希望的机会。 非凡娱乐,时时报道。